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最近有网友私信表示想看看武林仙君和时宇天思的对比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这两款传说皮肤的区别 两款皮肤都是限定传说皮肤 所以出场动画都有权背景 造型上觉得武林仙君看起来更沉稳一些 时宇天思左侧的那一丝头发总感觉流利流气的 两款皮肤虽然都是传说皮肤 但因为上限早,所以走路的特殊动作还没有出来 只能等出了新动作后才能做比较了 普攻特效对比,时宇天思的子弹向水滴 武林仙君则是一朵花瓣 个人觉得武林仙君的会更好看一点 一技能特效就像放大版的普攻子弹 所以特效上个人觉得还是武林仙君会好看一点 被动技能的效果各有特点,就只能说五五开了 二技能特效对比,时宇天思有水花的特效 看起来挺华丽的,武林仙君则还是花瓣的效果 视觉效果也是挺不错 三技能特效对比,时宇天思蓄力的时候是一个大水灸 射出的子弹有龙头的特效 武林仙君一直都是花瓣的效果 最后总结一下,两款皮肤特效差距不大 只能说风格不一样而已 如果说从两款皮肤而选一的话 个人优先选时宇天思 因为他的技能特效看起来花样多 基本上每个技能的特效都可以呈现不一样的效果 而武林仙君的花瓣特效虽然好看 但几乎每个技能的特效都差不多 一种特效看多了就会觉得过于单调了 所以个人觉得是宇天思会比武林仙君好一点 那么对于诸葛亮这两款皮肤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大家还喜欢看什么皮肤对比?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就到这 更多精彩视频 请的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